去讲我们这个bmp3.x 一个基于交换指令的一个进入器 交换机识别啊 就是我们上几个指令讲了一个木什么之类啊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讲什么讲我们这个交换指令 所以呢还是帮助大家 比如说 复一下之前的知识讲过的知识啊 我们点这个sab啊 就不信sab 才是我们那个木进行交换 这个是用这个 嗯 你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没有 啊 然后我们这里在这这节看怎么一样啊 给大家新鲜个看哪比气 嗯 这个是一个进去轮转 就去轮转啊 进去轮转的话 那么他的第一行指令 是木1ds啊 哎 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是不是弄错了啊 这个我重新 重新给他 粘贴一下吧 是这样啊 没问题啊 是这个东西啊 他首先呢取了一个占的一个 一个值啊 然后的话取了占的一个成员 便不得占了一个成员 然后再把这个占的一个指针加4 你看一下他这个站扑学什么 你看到没有 他扑起了一个imm32 扑起了一个4d774dc794这个值 然后呢 扑起完成之后呢 然后让我们这个37一个经营接收 接下来完成之后呢 他又扑起了一堆 一堆进行器啊 然后他又扑起一个3c啊 那么这个3c以这个金结合使用呢 这么啊 应该把它翻译成 这样子 加上他的一个啊 v v eip 的格式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啊 让大家慢慢对自己的插件进行优化了 是不是 这的话就是讲解一下这个怎么配合使用哪一个方式啊 然后我们就往下走 嗯 这行代码 你看就是发迹 垃圾之力啊 把它放下来 我这汉子眼一二十爱啊 一二十爱当前是什么 一二十是江谱贝斯啊 然后他把ecs给了江谱贝斯 别的恶心了 江谱贝斯啊 江谱贝斯啊 他呢 又把一个edi给一个ebx 然后一滴一滴差等于零啊 这个应该就是减去一个重定位 然后在这里是取出一个新的一个江谱贝斯啊 这里呢是 取出这个跳转间隔啊 然后加四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也是个正需跳转 正需寻止 大家看到这个就进去轮转没有 啊 首先让我们确定这个进入器的一个职位职责 你看下 但是在这上面啊 有我们这里分析的这个进入器在这里 来 回头过来 然后当前那个进入器呢 首先 ebb 还是 vip 啊 就是我们这个很 就是我们这个变得很平常啊 这个app 要么是 ebp啊 要么是一二十爱 要么是一爱 作为这个 vip 除了这三种没有其他进入器了 说那边边三点三点插这个版本的话 它就固定的这种鞋把他就 只只只要他这个架构啊 架构没有改变的话 他就基本上就是这种想法 啊 如果架构改变的话 它可能用我们的一赛啊 充当 app啊 就是说你一个虚拟当中里面还牵到两个虚拟机 就是说你这个 a 虚拟者 马上嵌入b 虚拟机 这种的话 它可能会把那个 esp 给切换掉 或者什么 这个 ebp啊 就是赞的赞的赞餐救生器 给切换点 我们那种就可能就比较恶心的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用我们这种方法 它用我们教练的大家可以在这种方法 它依然你可以账上识别去 只不过你就 就根据他那个规则起来都知道发现一门是不是啊 这个是这个是赞加是是不是啊 加等于是没问题了 我交换啊 交换一系是什么 acs 是新的一 一些是等于新的 vip 是不是 说上他把这个新的 ebp 放到我们的 edi 里面去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 vip 它是等于 edi 是不是 那么 ecs 它是什么呢 ecs 变一带交换 我们看到原理 ds 什么 原理 d 它是赞 所以说 si 这边 es 这边的赞 就等于赞 没赞看他们哎 这个这个怎么有点问题啊 es i 没问题吧 呃 大家看到这一步了吗 啊 自己的话给他备注一下啊 没注意一下啊 嗯 然后通过我们这行交换的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 acs 原来是他是他是个新的 vip 然后呢就变成这种形式 vip 等于 d i 那么的话 v star 等于等我们这个 esi 战的就等 esi 那么我们看下汉这里 下汉这里的话他把这个 ecs 放到 esi 里面去的 ecs ecs 交换过后啊 诶 我们这里没想错啊 e di 原来是战是不是那么的这个战是不是也 esi 它是 ecs 刚刚可能是我看漏了啊 看漏了啊 那么他这里呢 他又把这个 ecs 放到 esi 里面去 那么我们初步断定 esi 它也是战是不是啊 那么战它 它有两个战了 这个bm 进去它不可能有两个战 说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 ecs 通常什么 啊 说说我们的 ecs 它怎么可能是战呢 是吧 我们说了这个 vmp 这个架构呢 它 变来变去就是三个就你再变 你就说 ebp 在变 还有们这个将被子在变 还有们这个站在变 下来不会变 那么 ecs 肯定不会充当这个站是不是 说用 esi 进行充当 所以ecs 呢 它是个战产救生器 说他不能充当是不是 往下看啊 你看到没有 他呢 他呢 把这个什么 vip 初始化完成之后 它会第一时间把这个 vip 复杂 复杂 给那个解密因子啊 那么的话 通过这个解密因子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确定这个 vip 是哪个救生器啊 是呢 是不是又多了一种试密法案啊 是不是 那 edx 的领存定位 减去存定位 然后这里呢 是加普贝斯 加普贝斯 加普贝斯呢 它就等 ebp 啊 前面前面没什么问题是吧 门罗罗列一下啊 就是 eip vm eip啊 vm eip 从 ebp 变成了什么 啊 从 ebp 变成了 edi 问题吧 然后他还有一个 加普贝斯 加普贝斯原先是 esi 那 esi 变什么呢 也是还是 esi 没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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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普贝斯是 esi 那么他变成了 ebp 然后呢 这个战 战原先是 edi 然后呢 变成了 esi 就这里呢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关系 确定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说说我们写代码识别的话怎么识别呢 大家看我们这个代码 啊 还有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汉德尔的那个输出啊 就说你输出 就说你识别成功一个汉德你要输出这个值 那么他你呢是不是要前提是把这个识别哈识别这个汉德尔的这个指指令你给他存到一个 一个数字面去啊 然后呢 通过这个数字反复给上一层函数 我们上一次函数就可以通过 这个存的这个数字进行定位他那个值 他那个值 我这个结果有多强大呢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你看 我这个提供呢 旧 繁卫边的结构 又有一个进入器的这个值啊 又有这个内存的这个值 啊 是吧 说内存的值不太靠谱啊 有点过怪了是吧 应该是怎么称呢 指向来内存是吧 指向来内存是什么 你可以通过这里已经表示是吧 然后这里呢 指的是 每个寄存器指向内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到底是什么 每根寄存器指向内存 我都把它保存到这两人一共250个255个字节 ok 我们去讲解 嗯 我们找个就我们现在这个进入器呢 它是什么形成 它家式的看吗 它是一个正序群子啊 正序群子 说明找一下有没有正序群子的地方 你看到吗 这个个 就这个东西啊 看一下啊 你看到没有 它上来就是比较 这个贝斯是否是我们这个 站 如果这个贝斯如果是我们这个站的话 前面这个指定的木的话 是不是 那么的话 它这个都成立识别完了地行代码 是吧 然后这个是这个呢 识别我们地上的第二号号代码 我们重点的关注呢 那这个这个东西啊 重点关注这个东西 那么这行代码呢 你也给你 你要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样子的 这我改一下 用我们的死菌那天啊 这个水菌呢 是我们这个西加加的一个类 就这样子也可以 因为他把左上的死菌啊 因为死菌这个类呢 它这个构造 构造反复一个构造啊 构造反正一个新类 那这个需要又又又又是重写了我们的啊 重写了我们的什么 重载了我们的一个运算符 说让他呢 可以中国通过直接通过我们这个两个等号 进行比对 是吧 如果说我们这个 如果说你当前已经识别到这个交换指令 且我们这个 当前的这个op 当前这个地义操作数二的这个救星器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我们这个站的话 当前一 当前1di是不是站了 是吧 当前1di变成一二三 如果等于这个站的话 我们记录一下啊 记录一下 这个1vm eip vm eip就是我们的ecx 哦不对 就是我们这个 1di是不是 因为我们已知 已知ecs是我们这个 veip 我们再已知它是个交换指令 啊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定 他这个指令交换就是交换veip嘛 是不是 然后从我们再喊代码 把这个 把这个1di这个veip给读取出来 存到我们这里来 这里就更新veip 是不是 然后保存在我们这个汉斗里面 汉斗的指令列表里面去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呢 到熊尔尾啊 到熊尾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如果等于三的话 我们要识别哪个东西呢 识别木 识别木 识别哪个木呢 识别这个东西啊 应该是这里应该识别站啊 要判断啊 判断就是说 如果我们 就是我们那个opcode等于那个木的话 且上我们这个操作数 第二个操作数的一个支撑器啊 那么这个东西 它等于我们的第二第二行指令 也会说012 的 第0个啊 也第0个下标 那么就这个东西啊 就判断这个东西 与这个东西是否相等啊 如果相等的话 我们我就可以确定你一个esi 就是他那个站 所以这样子你如果成立的话 我们就可以识别到esi 那么就是这个站 是不是 啊 然后点 然后到熊尾啊 啊 如果那个是的话 我们再判断一下啊 这判断是否已经识别到11这个函数啊 如果是不是要11这个函数的话 啊 我们再 我们再判断啊 再判断我们这个compare is this 咱们就是判断我们这个后面这个是否存偏移啊 如果是存偏移的话 再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操作数1 这个进入器啊 这个操作数1 这个宽度啊 是4个字节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他这个是件贝斯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代码给压到我们这个 汉斗的几人列表面去 是不是 然后更新的我们的加募贝斯 他就等于这个加勉bp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就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这个寻止方式啊 因为我刚刚跟你说了 只要涉及到我们这个 只要看到有我们这个加募贝斯被重新补持 那么的话你就要注意了啊 注意啊 你要注意他这个寻止方式啊 识别啊 识别啊 这个 嗯 正序选址还是倒训选址的注意事项 只要看到了项目 被是被重新复制 就要确定底下 正序选址还是负大奥序选址这个过程 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步啊 如果说你这个等于你就你往下识别识别到这样子里 如果在汉子里他他他就上来给你们说啊 他他也就三种情况啊 还有两种情况是sup addd sub lea要员他就分为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正式选择 就是一种是负式选择收拾上这里呢 跟我们上线讲的一样是吧 如果在sup的话判断一下 我们第一个进行器是不得有我们那个vip啊 如果vip的话 我们取得这个 这个如果等于是的话 我们就满足满足的就都正如群子吧 要到我们这个这个大数组就看得我那个指令数组里面去是不是 然后的话 如果否则等于oia的话要是不分了两种情况啊 原来是不分了两种情况啊 第一个情况的话 你取这个偏移啊 便宜你取这个便宜 如果等于负式的话 说明他是大大数群子 那么的话 得把这个是怎么处 如果取出个利纪数呢 它也呢 它是我们这个 呃 正式的话 那么就正式群子 那么就加4嘛 是不是啊 然后把它是之为for for就是正式群子 处就是倒数群子 然后一样啊 把它不许到我们这个 给列表里面去 是不是啊 汉朵的指令列表里面去 然后呢 再判断一下是卷啊 这个是否等于add啊 因为那add的话 我们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 vm eip啊 判断一下1vm eip 数等有 判断一下我们这个意义啊 如果是ad的话 判断我们的这个进行器是否等于我们这个vm eip啊 如果等于的话 我们一样啊 还是取出这个低速判断是否这是啊 如果是的话我们 我们就可以确定他就是取跳准间隔啊 加上一个跳准间隔的一个便宜啊 然后的话 那么这如果是add的话 又是满足式的话 他那呢 他就是一个正式群子 把它扑给过来 那么这里的话就不用需要 就到了第五个的话 就不用到循环尾了 是不是 就闭门出现 我们之前刚刚说的 他又是他循环到最后一样指令 就是最后一行 就是最后一次循环 的情况 说说这里呢 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赛人6的旁边返回 ok 这个法会他怎么输出呢 看没有 他怎么输出 首先的话 我这个进行轮转呢 你看我自己输出什么 我这个输出可能有点奇特啊 你看没有 他输出了这样子的来看到没有 然后输出了 vip 的 edi v star 的一输塞加分配成 ebp 说说的 我们 我们刚刚是不是把我们看到这个指令给提取到我们这个数字面去啊 说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数字加上一个多少进行识别啊 看到啊 嗯 啊 这个首先获取一个 idea begin 加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 比进加二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就是 begin 啊 这个其实就 begin begin 加二 012是吧 这个是二取出012的这个 vip 的一个呃 进去的一个 起初我们这个 012这项指定的这一个进行器啊 200次第一嘛 是不是 然后通过这个啊 存在一个进行器的一个下边啊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进行器的个子啊 就返回一个支付串 反而差弃的支付串啊 然后让他让他让我们那个 vip 接受啊 然后第三个是站确定站是吧 这个比进加三 0123 然后一定要上的定哪个成员啊 还是第0个啊 也就这个东西在去确定站 第四个人就是这个东西 确定是第0个 然后这个 而这不对啊 不对啊 01234啊 第四 然后呢 这感觉有点绕啊 哦 他取出是个这样的贝斯 啊不对不对他他他的啊 你们你们注意一下 注意点啊 他这个收集的这个汉斗呢 它是有限的啊 然后我这个汉斗 我这里的可能加了其他一下子灵进来 但是我们这个其他子灵没有被我们这个 缘比比亚母P分析已经进行分析出来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VM匹呢 提取多少个指令了 123456啊 就提取了我们这个6个指令 但是我们这里1234567890就已经完全抽出了六行指令 说说我们这个 啊 没有比亚母分析已经呢 提取了就是我们这自己的这个 还有我们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么 那么的话 我们指的是 我们比进家是指的是哪一行呢 嗯 我们比进家是 则是这个东西 0123哎呀 也不对啊 这不少了一行啊 啊 应该是这个东西啊 嗯 你看到没有 他是这个东西 01234 那么他们的第四个指的是个东西 所以呢 算 所以呢 他呢 要取出第零个竞争器 是不是 还就epp 那么这个 这个什么加坡贝斯就是我们的epp 是不是 那么大家最后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这个是张卫福啊 张卫 这里呢 是张卫福 还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也就是重复加上我们的张卫福 这里呢 把它封装了一个红啊 这是打印 就补零 这个是补零操作啊 补齐操作 他这个指令他比如说这个这个V迫白鸡上 他这个长度不就满足 15个字节啊 又好看一点点 这个就排序好看的一点点 啊 这个是张卫福 还有一个对齐 然后最后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基于一个交换 指令是呃 交际交换指令 呃 的一个一套 我们这个进行轮转的一个方案 大家的话可以根据我们这 大家的话可以根据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把它这个 基于人数识别 把这个进行轮轮把它做好 然后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用排除法 因为 假设你你把这两个确定好了 那你这个站就不用确定啊 你这个站的话利用排除法就搞定了吗 走着 是吧 而且利用排除的更简单 更方便 更简洁 是吧 啊 那话你还能 你假设你这个识别错呢 识别等一些也是他有概率的啊 然后用排除它就不会 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如果 如果同学们想优化的话就推荐同学们 用我们这个排除法进行一个解决 我这个就讲到这里 这个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基于我们那个交换的指令 一个识别我们这个军期轮转啊 我们下一个讲什么呢 下一个讲什么 我们下一个再说吧